你這邊寫那個資金金額 應該是收入金額150元 我今天給你150塊 那今天有沒有買東西 買什麼?那你寫一下 3月15 寫這邊第二行 3月15 那你今天買什麼?寫一下 買玩具就寫玩具 買早餐就寫早餐 想一下 早餐 早餐 你不要騙我 你可以照時寫沒關係 只是記錄一下而已 多少錢? 還有買貼紙 跟同學買 跟同學買 早餐多少錢? 三個 你不要亂寫 那貼紙多少錢? 20 同學賣貼紙 為什麼賣貼紙? 那同學買的 那 那是你錢借給人家怎樣? 我幫他買然後我就給他 然後他會還我錢 他給你錢 你借錢給他 那你就寫 沒有 30 你就寫30 支出資金金額 不用啊 不用 為什麼差別? 你就寫30 然後第三行 3月15 貼紙 然後貼紙 幫同學買貼紙 幫同學買貼紙 你就借錢給同學 一個背再一個 這 就這樣 那個錢標這樣會混在一起 貼紙 一個背 寫旁邊 這樣子 貼紙 等一下再擦掉 那些學技障 這個紙 密度的紙 太吵了 貼紙20 你要寫 寫20元 那同學 謝謝同學 幾號 你旁邊寫號碼 幾號 是安清班 安清班 安清班有賣貼紙 在學校買的 送給安清班 好 那結局是100 剩100塊 三月一百也 這邊寫100塊 150 減30 減20 減100 這寫100 所以今天找錢就剩100塊 對啊 這叫記帳 好不好 啊 今天14喔 那你就改14 這叫記帳 好不好 OK 每天都要記喔 那明天怎麼辦 明天你就沒飯吃了耶 有啊 啊 生沒多少錢啊 你要撐五天喔 我跟你一百五喔 你家撐五天喔 這樣懂了沒 要記帳 好 在家 這種 任何 一步 明天 超級 二喜 三百 兩 二喜 二喜